十一岁女孩嫁给亲舅舅婚后,二十九年没有怀孕,死后净身时发现原因。 她出身名门十一岁那年听从姥姥的命令嫁给的亲舅舅从此享受无尽的荣华府贵但是结婚,二十九年没有怀孕,直到死后净身的时候才发现原因她就是孝慧皇, 后张燕张燕的母亲是鲁园公主姥姥,是吕至刘邦嫁本后吕后专政委,而巩固自己的政权,她竟然让十一岁的外孙女张燕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汉卫帝刘盈。 刘盈从小性格懦弱虽然她是皇帝但是所有的事情基本上还是听母亲吕后的,对于这庄婚事刘盈肯定是不满意的, 但是她必须答应因为她曾亲眼目独立后是怎么对待情敌欺负人的欺负人,先是被迫穿求大家在永春像聪明,后来更是被蛙眼割舌, 坦掉四肢做成仁智吕至还特意让刘盈观赏,仁智。 史刚继位一年的刘盈下的大病一场,从此不理,朝政儿张燕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这庄婚事。 刘盈作为旧就是十分喜欢这个天真可爱的外甥女,但是这种喜欢仅限于亲情而不是爱情。 张燕嫁给刘盈,那时候只有十一岁,而且越是始统,按道理已经可以生育了, 但是刘盈从小体弱多病张燕也劝她静养,所以两位新婚的夫妻分她而起。 这一切履知都是不知道的,她认为张燕未能生育可能是年龄原因也许长大点, 就可以生育了,但是刘盈从小体弱多病,二十三岁就去世了,而这个时候张燕才一。 五岁刘盈病重的时候,张燕曾去看望过刘盈,忽然,让张燕上床,并抚摸着她的乳房说, 阿燕如今已长大了令人爱不仁舍然而,你阵营之般的身体恐怕,以后要为我而消瘦了。 美貌如此之人而立层,有一日夫妻之乐这也是命吗? 从刘盈的这番话,可以证实张燕虽然是皇后,但是未有一日夫妻之乐才是兵。 清玉节的少女刘盈去世后,吕智继续垂帘听证,但是折腾, 等了八年就去世了,吕智一死吕是家族全部被铲除干净, 但是大家放过了张燕因为她是个苦命的孩子是旅后专政的牺牲品。 后来张燕一直身居内宫度过了整整十七年的孤独岁月, 在四十岁的时候病逝大,家很好奇张燕嫁给刘盈后为何一直没有生育这个问题, 之后得到了答案,宫女帮张燕净身入恋,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张燕到了四十岁病逝时还是个冰清玉节的少女身, 她和刘盈虽为夫妻却无夫妻之时张燕一生虽然无数荣耀加深。